無名救難人員順著地形走過溪流 把握時間繼續往前走 因為有登山客墜骨 性命垂危 救難隊人加快腳步要儘快將傷者搬運下山 搬運過程中救難人員也同步安裝急救裝置 一刻也不敢鬆懈 新北市瑞芳消防隊周日下午接獲通報有登山客十足墜骨 六名同學相約到新北市瑞芳三雕嶺爬登山步道 十七號下午一點多六十多歲的郭姓男子及連姓男子 準備要從第二層的摩天瀑布爬到第三層的琵琶洞瀑布石 不小心跌落神堵約六層樓高度的山坡 警告人員隨機動人前往救人 不過兩人都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發現有兩位患者 都是呈現歐卡的一個狀況 我們趕快施以急救 趕快把他搬運下山 然後分別送往矿工醫院跟機動產工醫院 救難人人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把人陸續 解駁下山緊急送醫 好友相約爬山卻發生墜股意外 也讓同行友人全都嚇壞了 近新聞洪瑞里李滋賢采訪報道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